我們的IT大臣唐鳳 來為我們去做這個分享 那我就話不多說 因為今天有一些時間的壓力 那我們就掌聲邀請我們的唐鳳振偉 好嗎 那我們請那個副院長 幫我們致辭一下 開啟 因為我是開場 然後要請副院長致辭 然後再獻請 我們會有一個感謝狀 跟那個先請 副院長幫忙 之前就大遠了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看這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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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熱烈歡迎你們的工作 對我們分享 好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的時間就是 在接下來大概有1小時 10分鐘左右 因為剛剛有一個老師說 要多留一點時間拍照 本來我的拍照時間 不會很足夠 然後我們空間結果就是 這個slide 然後跟大家桌上也都有 麥克風 我們有數位 麥克風 數位就是很多位都可以一起講話的意思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不想打斷我們 然後一個風講話一段都不想 的話就麻煩掃這個QR Code 那掃了的話就可以直接 匿名的提出各位的問題 在下面已經有10個問題了 那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想要問的話 那你就按讚喔 按讚的數量比較高 我對他就會 跑到比較上面 那有的時候這個問題之間 會可以自己 要幾天來 那個是屬於正常能量釋放 我不用特別放在信上 那然後我會按照大家按讚的這個數量 就是按讚數越多的 我就會越先回答 那就一直到時間到為止 但在任何時候你舉手或者不舉手 直接用麥克風提問的話 那它的優先選項是 包括三個上面的就是 現場的即時的問答 還是有比較好的優先選項 當然線上的好處就是沒有人知道 是誰問的 看大家都在玩手機嘛 好 那所以大概以上就是 就是今天的結構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有五位朋友們想要問這個 親叔 想要問說 這就是唐鳳 是不是能夠分享 你在數年之間 那長期還是密集的 先前分析經驗 這樣的經驗對你來說 意義是什麼 是一次經驗為出發點 那對於 台灣正在發展中的通訊諮商 以及諮商市 以及諮商市 或者是分析市 有沒有什麼建議 那我國自己是 就是傳統古典精神分析 然後 線上的部分是從2010 然後不是做 那一直到入閣 那大概到201617 就停下來 所以大概有6年左右的時間 那是法國APF系統 然後 我是跟他約好是每季 但是最長每半年 會去一次巴黎 那去的話都是 三到四個星期左右 等於是重新校準 就是飛員的部分 然後 那校準完之後 那當然你回來之後 就弄遠距的部分 那就是 也是維持著 那 我覺得 因為有 這個校準的經驗 所以可以感覺到 就是 在 回到線上 那 然後 連天氣都不能夠彈 對不對 可以彈 但是他的天氣 通常天氣就不一樣彈 也沒有什麼影響 的那個狀況 跟就是在同樣的 一個場景裡面的狀況 共同在場的狀況 最大的差別就是 在 遠距的情況 好像 我們的 彼此 用來代表彼此的 那個螢幕 變成 就是另外一個 分析裡面的角色 也就是說 很大程度上面 它也是有 某種運動性的 不管是 天氣好不好 被連線品質好不好 所取代 這個好像是昨天的新聞 那 或者是說 這個 就是我們的 在分析室裡面 常常會出現 那我覺得 他正在看著我的 那件事情 但是 因為機器是 不會動角度的 所以 其實他是隨時的 橫長的 在那邊 所以比較像是一個 照鏡子的一個過程 然後 隨著時間過去 好像 就變成說 我在我的腦裡面 Internalized 就是 Mentalized 那個分析室 它就不是 一個真人的形象 而是一個 就是 在 螢幕上面表現 抽象的那個形象 那我覺得 這個Dynamic 跟實力的 真的是蠻不一樣 然後 也可以感覺到 就是每次快到 第3個月 第4個月 等等的時候 就那個 膠捲的螺絲 就慢慢鬆掉 那個感覺 就是在戰鬥裡 很難重現出 對方完整的 分野員的訊息 因為我們雙方 都有成長 所以 其實我們就是 吸煙而不察的那種 就是 它稍微改了個髮型 稍微穿了一點點 不同的衣服 什麼之類 雖然它不一定是有歷史的 但是 就會變成 就是分析裡面的素材 但是 因為在這個 框裡面 其實是 就是框外面都看不到之外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 花那麼多力氣去 就是在進場 出場的時候 那麼多分野訊息的交流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會變成是 怎麼講 腦捕 對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拿半年之前 那個狀況去腦捕 命令上的那個人 可是 那個人可能已經不是 在那個狀況裡面了 那所以才有那個 重新造成的必要 那當我入魂之後 因為 後來就發現說 我沒有所謂的私人行程 我如果 每3個月 跑一次發火的話 那大家一定都說 我們馬上就要撿交了 但是 顯然就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 每個舉動都很外交意義 那所以 後來就發現說 這個教授沒有辦法 按我們本來的 scandle去做 尤其當時 後來跟外交部合作 外交部會派我 飛很多個地方 大概也 就是很難說這樣 定期的說成說到巴黎 就不定到巴黎 所以 這樣子的情況下 後來就 就反過來 那一向是這個 數年之間的經驗 大概跟大家 講一下結構 那對我來講的意義 對我來講的意義 我覺得就是 了解到說 這是某種別的東西 就是 他還是自小 他絕對是有良效 那 但是他的運作的機制 跟純粹面對面 真的 滿不一樣 那 然後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想著他的邊界在哪裡 因為 差不多就是 我們一起工作到後期 我就開始玩VR 這個 大家可能知道我剛剛 錄格的時候是那種 就是VR 他在VR 什麼東西 就包含去理法院 都拿著VR 然後請這個所有來 這個 質詢的官員 什麼都看你 從太空看地圈的樣子 什麼之類的 那為什麼當時 對VR這麼找你 就是覺得說 真的他 某種程度上 他彌補了那種 不能夠我們在場的 那種感覺 那 有很多時候 我們的飛援訊息 多帶一些進VR的話 那個剛剛講 當時入場 進入庭的房間 那個感覺 真的是真的有比較 彌補上 那所以後來 當然我分析心 都被我說服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 去買這家的頭盔 但是後來我就 然後花了一些時間去 特別是跟設計師 跟研修家 那實驗了很多次 就是在一起在國際太空站 或者一起在瑞士的那個 那個洪峰 或者一起在哪裡 先進入那個 共同在場的感覺之後 那再去做就是比較 細緻的一些工作 那但是總之 先有一種就是 我們在同一個地方 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 就是讓我理解到 二維的螢幕對於 共同在場的那個感覺 的absence 它的不在場的那個形狀 長什麼樣子 那然後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也比較知道說 怎麼樣不要去忽視它 而是有的時候 這個absence 就有點像是 就是一個短的session 一樣 它本身也是有它的 就是治療的一種意義存在 但是我們在設計空間的時候 就是要了解到說 是要有意識的去用它 而不是無意識的 就是被它所運用 所以回到這個問題的題面 就是我對於在發展中的通訊諮商 我當然是蠻看好的 因為主要原先 我們現在疫情又 就是不是很怎樣 就是還好的狀況 當然下一個希臘字 就是隨時都在後面 我們還有很多希臘字裡面用完 但是用完可能換什麼別的文字了 但是就是後面那些希臘字 的架式都能夠處理到比較好的話 那其實就跟線上教學會是一樣的 就是在暑假前的那兩個月 大家熟悉了線上教學的基本功 那當然也是因為前一年 所有這些技術上面 我當年分析的時候 碰到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因為全球的lockdown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去年整年 就把我們當年的碰碰一些技術的問題 包含說我自己比較當時潰勞的 就是講的技術 那意思就是說它連線平均 我稍微有時候換掉一點點的話 那我正在講一句話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麥克風突然斷電 稍微抽一格或兩個的那種感覺 那那個是就是非常讓人 沒有辦法有report 就是突然間就警覺到跟你講話的 不是人的那個狀況 那但是在去年整年下來 主要的幾個視訊平台 都引入了AI的就是機器學習的技術 那它可以幫你就是把中間 稍微掉幾個零點幾秒的情況下 它完全腦補到 就是對面聽起來是連續的聲音等等 所以就是當這些 那叫WAVE NAND 這些的技術去年都弄得比較完整之後 因為在今年大家就發現說 像我這樣子就是十幾年前用過視訊 覺得視訊真的見面三分型 視訊這都兩分幾號的那種騙見 就在今年的暑假前 因為大家殘遭數位轉型 然後結果就受到扭轉 就發現好像沒有之前的那麼糟 那好像就算在戶外 因為有5G嘛 那也可以就是比較低延遲的情況 直到說人家點頭是在點這句話 不是上一句話等等 所以那等於在腦裏的一些偏見有刷新 那我自己的這些偏見也在今年有刷新 所以我覺得蠻好就是說 不好意思 因為有這兩個月左右的體驗 所以在今年的話 我們現在沒有什麼疫情 我們就可以去比較充分的運用 剛剛講的這種教訓 然後那個螺絲鬆掉的速度也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們可以挑就是適合的時候 來使用這個工具 而不是說被這個環境逼得說 這個非使用這個工具不可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跟線上教學一樣 是在台灣是特別適合的 因為我們不會就是在它不適合的時候用 然後讓大家好像胃口就變得比較不好 而是說在適合用的時候去使用 所以我具體建議大概就是說 理解這個工具它的境線 然後也了解到這個工具 本身也還在進步中 然後也有包含通向時間等等的這種 比較全靜韌式融入式的這些方法 可以再多補上一些再多補上一些 那總有一天會演化到就是 這個三分清現在有四分清的那種程度 五分清的那種程度 但是不是說我們現在還在分清2.5分2.6分 那這個時候就幻想說它一下子超過三分清 所以我想這是大家一起來研究的事情 我通常第一題會回答比較久 因為給大家比較多的時間來提問 所以果然已經有十八個問題了 好 那有關想要問說 試問想要問說 心口四即將分價喔 那這個真的是拖了很久 未來是否有規劃心理健康的詞 來應用創新科技喔 來協助國民的心理健康喔 因為我是在院本部 那所以通常單一的部會 自己能夠解決的事情 不會到我桌上 那所以通常就是 它要結合很多的不同的部會 舉例來講 像我們只要制發一個應用護照 它可能立刻就要動到 非常多 至少六個部會 起票的各種各樣次的資料 那那不是不會到我手上 或者是說之前大家的 可能或者口罩實名制啊 解決實驗制啊等等 因為它都是跨部會的 解決實驗制啊 解決實驗啊等等 不會只是衛福部的事情 所以我就比較有可以幫忙的地方 那如果是心理健康詞本身 它用自己的預算就可以處理 或是衛福部 持續中心自己的預算 就可以處理的話 那最多就是說 它們需要我做一個案 來提供一些經驗的時候 那也許會提供一些經驗 但是我不會下去主導 所以我目前確實有受到一些想法 但這些想法都還不是很成熟 所以我想要等就是未來它 那如果真的提了就是 包含科技預算啊 開發基金啊等等 那也需要跨部會的討論的時候 才會到我手上 那我目前比較專注的 還是把它定層的就是 包含資安啊隱私啊 就是最基本的我們就是 可以不要破壞彼此的信任 反而加強彼此的信任 這種運算的方式 那這個答題的工作 先跟科技部 先跟國王中心 先跟國發會 等等去做好 那這樣子未來就是 心理健康司不滿 要規劃什麼新的東西 它是站在比較穩固的這個基礎上 大家不會覺得說 它的隱私上面 資安各自等等 上面會有什麼溫定這樣子 所以那我們事故一旦也在這 那有十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唐鳳振偉喔 最近我在做什麼休閒 或者是娛樂的活動啊 我最近的娛樂活動跟我以前的都一樣 就是所有的true hugging 然後卓文分成 擁抱小白 擁抱小白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網路上面去看一些 比較白目的朋友 對我的個人的一些 自己教 那可能因為我之前在 入閣前的前一份工作 是跟Siri 這個蘋果購買進來的公司嘛 2010年剛買進來的時候 就只會講英語 那我也是那時候加入蘋果 那主要就是跟Siri 聽一起工作 讓他能夠講各國的語言 其實講各國語言也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合成並不是什麼 了不起的技術 難得是跟各位的訓練比較像的 就是當這個那個個案 真的跟Siri亂的時候 你怎麼樣子 就是一兩秒鐘之內 他用很簡單的一句回答 讓他回到所謂的當下 回到別人當 那他如果需要什麼協助的話 趕快把它轉接去什麼方式中心 或者是轉接給這個專業人員之類的 那但是這個在每個語境都不一樣 每個語系會想要激怒Siri人 或者是想要 就是Verbally attack 攻擊Siri人 用的那個招式 都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Siri的回應 也是沒有辦法翻譯的 所以當時我們找了很多劇作家 詩人 小戲劇演員 想要搞清楚說 怎麼樣 就是做一個非常短的這個intervention 就可以確保說這個 就是他的願意繼續Messary對話這樣子 那所以可能因為這個 2006年的時間 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後來我就養成了 那這樣子一個休閒嗜好 就是去網路上面去看就是這種余料 那每次看到一種就是新的這個 人生攻擊的方式 或者是新的就是Abuse的這種方式 我覺得好像一個博物學家 發現一種新的昏蟲那樣子的感覺 就是 哇 那中文可以這樣子用 我有學到一教 這樣子 那所以大概我的嗜好就是去Engage 那他可能有一百多個字 都是人生攻擊 但是裡面有三四個字 我可以把它凹成就是有建設型的樣子 那然後我就專門去回答 那三四個有建設型的字 那就是說這個龍爆小白 那這個時候對方就會受到這個鼓勵 因為通常他們在網路上面有這些 就是因為他們很想一些relational的東西 但是都只能建立transactional的東西 這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他通常一直吃垃圾食物 那現在還是很空虛 所以他有再去找什麼去亂 那但是當我願意這樣給你去 然後發現說 他發現說 原來只有在想他實際的真實的 原來的經驗跟感受 那才會受到回應 那也是讓旁邊人看到說 原來只有這樣子 才會受到回應 所以通常就是 每次退出政策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朋友 這個對我的人生攻擊 這是當然的事情 那但是在裡面就有很多 真的我本來沒有看到的部分 那就是一種開門造訣 把你心裡來 等等這種態度 那後來就也有一些 就變成還不錯的朋友 所以我的學生 因為活動跟我的工作 好像是很難分開的 就是去網路上面找這些 其實比較白目的朋友 然後去engage他們 然後那種經常按摩的 這樣子的狀態 希望回到這個問題 有14位朋友問問說 唐柯正瑋今天的穿搭 是自己配的嗎 很好看 謝謝 那這個是我們的體育署 幫我配 這個是那個奧會的經常服 那裡面外面都是 那當時就是有製作這個衣服給我 那本來要穿到冬天奧運 那後來當然因為他們那邊 疫情突然變得比較劇烈 所以他們就寫從線來說 是不是當然疫情很合理 之類 大概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但是衣服做完 我做了 所以我就跟體育署說 這樣我還要穿 那他說 第一個這張是很想造的 我覺得很難再給別人 那第二個是說 只要我願意穿出來 也是在幫體育署做宣傳 所以我就答應說 他如果沒有的話我會穿 所以這陣子換季之後 大概都是穿這一套經常服務 有13位朋友問說 證明好 先謝謝你們在今年 又不會推動通訊 心理諮商的努力 但是超過2000間的諮商所 走到七月景不到百分十 也就是不到二十間 被核准執行通訊諮商 令人很難不對其感到悲觀 我認為軟硬的問題會慢慢被解決 但是外界人質疑 諮商心理事的專業能力 另外該如何審視諮商心理事 執行通訊諮商 這個不算reality 應該叫fact check fact check 就是目前好像已經有150人 那按照我們的即將成為心理事的數據 所以挪威蠻好奇 如果這位查理願意拒絕 或者按鈕發言的話 是說這份資料是跟他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或是時間有差距嗎 還是說其實真的就是腦力的快去比較沒有清明的狀態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就是按住一區 然後重新整理就可以了 那可能真的是 就是每個縣市的衛生書 大概都有 正好你好 這題目是我問的 太好了 來 應該是說當初你開這零節的時候 然後我這邊查的到的資料是到七月那個時候的 所以我必須覺得update到今天其實已經有這麼多天了 對 好 了解 所以這個是很久以前就有的原因這樣子 好 了解 那所以 ok 所以你之前看到是七月一號的那個版本 這樣子 好 那 感謝 faction 好 那所以這樣子應該就比較清楚了嘛 就是 從七月的二十件左右 到十一月的 已經一百五十二件了 那其實現在十二月了 所以說是他又合轉了很多件 他就是半年一次更新還沒有放下來 不過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在業界的這個時脈 跟公務員的時脈真的是不一樣的 就是對 大部分的行政機關來講 就是 就是他產生期保錶或半年保錶 就足夠了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蠻需要這種即時的資訊的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 就是推一下open AP來這種 概念就是最好是 只要一合轉 他不用特別再做會診就會自動更新 那也是一個儀標版的這樣一個做法 不過這個 這個收斂也可以納入心理這個健康死的未來 我們可以幫我們一個地方治癒 那但是無論如何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一個新的 啊 criteria 新的判診出來的時候 然後各個衛生局都會需要多一些時間去消化它 然後才能夠去處理啦 但是目前看起來因為都152年前了 我是蠻樂觀的 就是表示各個衛生局它的掌握這些快點 而它的方式應該是是越來越好 所以令我很難不對期待到樂觀 應該是蠻樂觀的 那其他就是跟我之前的經驗有什麼可以扣合的地方 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說 就是大家對於遠距的體驗的期待會水長船高 那隨著就是它在consumer internet 就是我們一般的消費性的 像LINE這樣子的通訊軟體或者Google面之類的 它的體驗也會越來越好 那它回來會拿這個來要求 就是我們在治療或死傷的時候使用的這個情境 所以就算說那你現在拿到了這個核診的機構 我想還是固定可能每一兩年要重新檢視一下說 那我們的個案當然太習慣了 那可能就本來是習慣的平台 但是新的這些個案 或者是那種一定想要你去買個VR設備的那種個案 那它或許也不是亂講 就是或者有一些可能性是能夠去拓展到我們本來熟悉的這些工具之外的 所以持續的去分享這個 就是遠距的更多公共在場的可能性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其他的部分 不想是各位的專業的部分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就隨著時間 尤其是現在社會的需求是非常一切的 那我覺得隨著時間就會自能水上去招 那有17位朋友問說 想要看一下實事題 想要請問政委對本次公投的看法 專業議題是不是適合於公投決定 公投議題是不是必然與政黨綁在一起 我自己是沒有政黨出現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就是沒有公投的話 那大概也不會那麼多人花那麼多時間去讓大家充分的了解這些專業的議題 也就是說這些專業議題上面很多時候是幾位好像環評委員之類 那是通常這樣專業的 然後接下來可能是專業的學術人士 然後就是一般大眾 本來這個專業階體是一個L型的這樣這個形狀 那結果就是說 絕大部分人在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通常就是說他相信的那位專家 或者是反對陣營的那位專家 counter expertise 怎麼講究就怎麼樣 但是公投的好處就是說 雙方都有非常大的動靜 expertise 都有非常大的動機去把這個L型變成一個這樣子非常幻坡的這個形狀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很輕易的找到比他懂一點點的跟他學習 跟很輕易的去有一些轉譯的資料去交比他不懂一點點的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公投的真正的價值 我們如果看像瑞士他們那麼經常的舉行公投的話 那主要原因就是說他們覺得說這個過程本身可以讓他們 他們本來不要說黨派啊他們連語言啊這個各種文化都完全不一樣嘛 他們是多民族國家嘛 那但是在這個程序裡面大家都可以針對大家共同在意的事情 就算一開始立場整個文化都不一樣 但是鄰居到共同的價值去 所以他們才會覺得說第一個就是可以經常舉行 那第二個是說八十小時都可以就是丟進共同這樣子一個直接民主的程序裡面 當然不是說我們就是宿客主義瞬間就會變成瑞士 那個是不容易的 他們每一個自治區的這類的程序是很像一個精細的鐘標那樣子 一堆齒輪全部卡住 那但是我們的做法我覺得也不錯 就是我們的這種生效期兩年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多試幾次的 這樣子一種公投的做法 那也讓大家理解到說那就算是公投不管是最後結果怎麼樣 反正你只要累積你的論據把你的expertise變成比對方的陣營更緩破一點 那你兩年之後還有就是再翻牌的這個機會 我覺得這也是一件還不錯的事情 那我覺得它不必然跟政黨綁在一起 那剛剛提到Faction馬上就有一個Faction的問題 十三個問說對於社群的平台 大家似乎一方面能夠管制所謂的假新聞或假訊息 那另外一方面又會斥責所謂的內容審查 例如像說在社群平台上面某些主題或關鍵字的文章莫名消失的刪除等等 像江中覺得社群的平台方是不是應該做內容管理 如果是的話應該怎麼做 那我剛剛就是必須使用AirQuote 就是因為假新聞這三個字 我們剛剛是2017年我剛剛接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首先在院裡達成的共識 就是我們行政院絕對不會有這三個字 我們會說是假訊息、證譽訊息等等 那但是絕對不會說假新聞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英文裡面 News跟Journal的總是兩個字 但是在中文裡面是同一個字嘛 就是新聞新聞業或新聞工作 所以意思就是當我們講假新聞的時候 我們意思也許是假冒陈新聞的 但是新聞工作者一聽到就有一種 像他在造假 作為新聞工作者的造假 那或者是說這個記者寫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編輯隨便按一個圖文不符的這個標題 這個時候也被叫做假新聞 所以這些定義欲不重疊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single out this information 就是故意的虛假的造成危害的這些訊息 那用假新聞這三個字 就是把這個跟真正的新聞工作混為一談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真正的解決方案 其實就是Journalism 就是新聞工作 就是讓新聞工作普及化 就像剛剛講的不是幾個專業的所謂守門員 而是了解到現在所有人都可以 就是直接4997號碼的隨時開直播 那所以就是也是要一個環迫 就是每一個人事實上都已經是媒體工作者 那你如果不讓大家有一些新聞業的訓練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他的媒體工作 但是沒有這個新聞的操守 那這樣子就會變成假訊息 就這樣非常容易翻來 那只有當大家都真的變成說 因為我知道怎麼樣參與信用工作 那這樣子的話 本來新聞就是追求事實的一種學問 那這個時候 它自然就會讓事實的散播率 能夠比假訊息快 那只有事實的散播率比假訊息快 有一種像免疫啊抗體啊 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才能夠在這意義上去說 那不管再出幾個西藍字幕 那種假訊息 我們都可以快速發現 快速疫調 快速隔離 然後快速研發疫苗 快速就是做成抗體等等 所以我是用一種比較 公共衛生的角度 來看假訊息危害防治 我不會覺得說它是 單點單點就可以解決的 它是就是全面的要提防面臨的理由 那所以具體上怎麼做 舉例來說像我們Cofet 它就是我們的神愛系的部分 這個我媽都很常使用 這個她就是隨時看到 她的群組裡面有什麼奇怪的內容 她就直接貼上去 或者是直接轉到這個 愛好友的account裡面 那這裡的重點就是 就是人人都是判斷者 就是任何人只要 她有新聞工作的經驗 我媽剛好有新聞工作的經驗 那她就可以去幫忙flagtrack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 就是隨時等你來幫忙的一些工作項目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它加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子的一個dashboard 所以我們的 特別是在line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有多少人長按主報 這個有點像是 如果你有收email的話 你可以長按一封信 說這是垃圾詐騙郵件 這是一樣的道理 那她會去找到裡面 從別的訊息 然後找到目前這個 就是最多的這個話題 然後再去給這些 比較就是有faction的能力的組織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 不需要去專注在那些 根本就沒有在傳的 因為我們隨時都有一個dashboard 就是靠大家的舉報 我們就知道說 哪些目前的流傳的那個r值 就是平均一個人分享給三個 那r值就是三嘛 那是特別高的 那我們就特別針對它 那去做引調去找說 這個訊息一開始是 什麼中央政法會長按鍵來的 這個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 所謂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讓所有在這些平台上面 轉傳 對都可以看到說 所謂香港的學生 殺一個警察 可以拿兩千萬元 等等的這個訊息 原來是這個中央政法會 度假贊助回國家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不用下架特定的網站 那但是大家看到了之後 腦裡自然形成抗體 就好像本來那個假訊息的 mRNA的就是幾蛋白的形成 萬一照了一層 就是疫苗的殼這樣子 好我們就不要繼續用這個比喻 但大家就知道我來講什麼 所以就是說社群平台方 當然應該要去做這種public notice 那但是所謂的下架 或者是其他的處分 我不覺得應該由行政警官來發動 那如果他真的造成什麼 離職影響害傷害審刊等等 我們目前的做法是 所謂的法院保留 就是必須要法官 才能夠去做任何的處分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基本的 就是權力分離的這個基礎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社群平台 把任何東西下架 他在沒有解釋的情況下 是一件好事 那但他如果有充分的解釋 而且是有就是一般人 對司法的那種期待 就是可以appear 就是可以上訴啊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覺得 只要他每一關都有留下完整的紀錄 那讓看到的人知道說 這個是被貼上這樣子的處置 是因為他視察的中心或怎麼樣 那那邊也有他自己的cross track appear的能力的話 那我們就會大家在這個過程裡面 都學到一些新聞學的素養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到最後去大家都 就是身體會變比較健康啊 就變成比較 不會被這些 一看到之後就 令人進入一個 憤怒的 或一份電影的狀態 對那個狀態所掘取 所以 我覺得這裡面 有很多 是那個 這些平台方 它是設計成 刺激大家的衝動的行為 還是讓大家 可以先換一口氣 然後再回應 那這個也是 目前加州啊 或其他歐盟啊 大概對這些平台方 刻意的責任 都不是說 內容的審查或刪除 而是把它從 就是比較 不健康的那種 互動環境 變成一些 我們可以尋證 就是有證據支持說 人在這個情況下 判斷你會增加 而不是減少 不過這樣當然 他們說很難賣 衝動過門的廣告 所以事實上是 就是 fundamentally 這跟就是要 就是做想念的 在上面的那一件 類似的一件事情啊 不過我想就是 我們先理解到說 設計不良的 互動的社群空間 對於 就是精神健康的危害 差不多就剛好在下面一樣 就是說 稍微的人也許 短暫有刺激 那它會造成 所有旁邊的人的 不健康 二手炎的部分 那先把這個Metaphor 讓大家充分了解 我覺得之後 我們就有整套 沿海風景的那個Metaphor 可以去這樣子來處理 那當然沿海也是一種 就是公共衛生的問題嘛 所以 我們在台灣的環境 大概很難就是 一下就走到 紐西蘭說 這個就是幾歲以下的小孩 一輩子就不能再碰我下眼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 慢慢往那個方向走 那會給這些平台方 一定的壓力說 那它就必須要 往Pro Social Social Media去走 沒有辦法繼續去 做所謂的 Anti Social Social Media 有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長年成為假新聞 諮詢戰的戰場 上時問政府目前對台灣 以及其他民主政 國家族群分裂 是不是會感到擔憂 你想知道台灣政府 對諮詢戰這一塊 有哪些努力 因為之前也有自政黨 使用所謂網軍 操控言論的疑慮 那如果連政府自己都會操控 國內的輿論的話 這樣會不會擔心 台灣會自己撕戀自己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先就列一回答 一個是說 族群分裂 我覺得要看你是怎麼樣子 去呈現那個空間 我舉例 話比像說 像同樣的一群人 假設我們這群人 好 那我們現在在這樣子一個場合 然後有Slido 這個非常多Social Social Media 就是你在Slido上面 其實它不可能打臉 真的打輸 對不對 就是因為它沒有辦法 就是針對某個特定的東西來回應 有沒有辦法按憤怒之類 但是它按讚留言分享 就有網址等等 這些都還是有 所以可見就是說 它是有Social Media的組成 但是它的安排 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那是一個ProSocial的 這樣子的安排 所以大家注意 是可以集中在類似的 價值上面 但是同樣這些人 那我們如果去 就是一個 就是NOTHING AGAINST NIGHT CLUB 但是去一個NIGHT CLUB 那就是非常好的音樂 每個人都得大聲叫 才能夠旁邊的人聽得到 那我們衝了這個 剛剛講到的二手煙的那種氛圍 而且賣的飲料 每一個都是誠意性的 而且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保鏢稅系 就是會把你請出去 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等等 那就是在那樣子的情況下 Again 巴大行業福利 我並不是反對巴大行業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同樣這些 去那樣子的空間 我們基本上就比較難 像現在這樣子比較 就事論事的來討論一些 跟大家的管理有關的這些 也就是說那些地方的Social Function 並不是我們這種 比較deliberative的Social Function 並不是大家好好 就是神神思變的那個 Function 那邊可能是大家 就是放鬆玩樂等等的那個 Function 那這個 Function 是很好的 我並沒有反對這些娛樂行業 但是我們不應該把我們的 Town Hall 就是我們的公共圖書館 我們的大學校園 我們的民主建設什麼 去架在這樣子的 Anti-Social Social Media上面 那我們是需要 在數位的世界裡面 也有一個相同的 這個 Per-Social Social Media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花很多時間去投資 像 剛剛講到這個 家學系文在房子的東西 或者是 我們的 公共民生 民生公共物聯網 全那個平坦 這個裡面有很大一部分 也是因為當時 就是民間拿著 測量比較不準 大概2015年的時候 比較不準 但是很多人在用的 空氣盒子 然後跟環放數比較準 但是比較少 而且離它比較遠的感測站 那雙方對於 究竟到底空氣污染怎麼產生 到底某地方有沒有空氣污染 到底是移動式 還是非移動式的 空氣污染源 那或者你到底要不要上街看 那這些都有非常不同的見解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說 2016年的時候 那第一次我們在 特別預算裡面說 沒有這種 數位的基礎建設 雖然不是造小暴露 甚至有些不是資本人 但是它也算是基礎建設 所以我們後來就 那我們打不過民間 就加入民間 就是去問說他們的感測器 哪些需要我們幫我們調整的 那精確度更高 那導入一些像 F30帳本 或國王中心的 運算技術去算到 就是大家都不常能夠相信 它並不是國安控制的那種模式 那在工業區他們不算能進去加站 我們就確保說工業區的路燈 路燈是市政府的 那也可以進去加站等等 那當然後來就延伸到包含水資源 因為好像這個新竹的所謂第五個工作案 也有使用這個這裡面 就是所謂阿斯社群的水盒子 或者水資源感測等等的方式 來討論這個水資源的問題等等 那當然還有眾議平台等等 所以大概簡單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的各個政治工作者 他如果手上只有像以前的這個Facebook 那種場所可以運用的話 那而且像Facebook 他本來用機器學習做實體查核 那就做關鍵字查核 那就很容易誤判 然後所以就演化出一種 大家都恐懼檢舉 那就可以讓特定人下架 的這樣一種做法 那又或者是說 在裡面發現只要發檢 這個就可以解鎖 不被查核的功能 那就可以解鎖不被查核的功能 那就可以解鎖不被查核的功能 就是這樣 那所以就大家都來雜情 包含今晚根本沒有Facebook可以用的地方 也雜錢來影響我們的選舉 原因不明 那沒有 那等一下 就是他的那個遊戲規則 就是決定在這上面 大家的Behaviour會變成怎麼樣 並不是人就是怎麼樣 而且那個場所怎麼樣 所以我們的目的當然兩個一個 就是說 透過這些數位的功能設施 去確保說 大家在討論特定的事情的時候 不一定要在像Facebook那樣子的地方討論 但是 同時我們也給Facebook以壓力 那這個時候就不一定是立法 而是說 民間的社群就會說 PTT都已經始作了這種 自律原則 亂野 剛剛看到了醫療辦 怎麼之類的 那為什麼Facebook已經 2019年了 還在接受國外的投放競選的社會廣告 而且還可以不揭露它的來源 然後 我們看政治現金的那個揭露 都裡面都沒有這些 預算 之類之類之類 那如果Facebook再不給所有交代 那我們就要抵制了之類 那所以這個就不是政府 立個法 而是2009年真的就發生了 這樣子的談判 那Facebook後來就砸了比較多資源 去改變它的預算法 跟進行揭露 而且讓境外的人就像不能夠去砸錢解鎖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2020年對總統選舉就好一些了 那所以如果感興趣的話 那先進行揭露有一個假訊息危害風值 在筆書 這個可以稍微看一下做了哪些努力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整個營運環境做成說 更Pro Social的才有好處 那更Ata Social的沒有辦法賺到好處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在上面的行為基本上就比較會改變 那在此之前 因為它的Incentive是Visaline 那就是一種就是反向的誘因 就它越破壞後代的環境 它短期就越容易得益 那這個情況下就好像沒有去 兩個空氣污染 或一個工廠排放污染的情況下 那當然大家在競爭的邏輯之下 都會做一些就比較沒有控制性的事情 那這個也是部分證明的事情 所以我在講的大概都是 就是我們怎麼去把它的這種公共設施 在數位上面的建設的邏輯調整成 就是它的Incentive是一種對的 這種邏輯 那不過因為今天不是一個學生堂 所以如果有個興趣的話 其實我也有蠻多的工作都是在做這裡 那有時三位朋友們問說 正恩好請問正恩平常在工作的時候 會接到很大量的資訊 像請問都是怎麼樣 歸納你接受到的資料 應該透過思考之後 變成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靠睡覺 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就是在睡前 我會看很大量的文字的資料 然後我看的速度 會比我剛剛就是必須念出來的速度 還要再快一些 因為我在腦裡不會發出聲音 所以其實可以非常快 就掃瞄完 那掃瞄完之後就去睡 那睡你一定會睡飽 所以睡飽就是 不是被鬧鐘鬧醒 就是睡飽 那通常都是八小時左右 那但是如果睡前看的資料很多 尤其是物相衝突的資料的話 那我就必須加班 就是要工作到九個小時 就是睡九個小時 才會醒來 那像我之前去看那個天能 天能的時候 那是一部就是比較麻煩的電影 可能有人看過 那所以我也看完 因為看的是晚上的場次 那看完之後我就加班 熬夜 所以我就連續睡了十個小時 然後行十個多小時 但一醒來就說 everything make sense 這個整個電影就 就從那個什麼 就是什麼玻璃窗子彈倒飛什麼 全部都fell make sense 那所以大概就是 不下判斷的 在白天去接受這些訊息 那也沒有特別覺得那是我的 就是先停留在我這邊一下而已 那而且就是有一個信念 這個信念就是說 不管他在彼此互相衝突 那他後面一定有一些 共同的差距 那大概抱起這個信念 然後去睡那醒來 通常都會有一些insight 那如果沒有睡狗 那通常都不會有什麼insight 那所以我就必須要在 就是有個禮教一些或什麼 就是盡量去補上 一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其實這是 對我來講也是蠻神秘的 因為我只要有睡狗 我也絕對就不會記得 我做了什麼夢 所以他一定是 就是有某種機制在作用 但是我對那個機制 完全沒有解釋的能力 就是我心裡 反正就是有個insight 就是了 所以我能夠做的 大概就只是 就是確保說我睡前 就是前一天 該公布的東西 該發表的東西 都有發表 那把email全部都 inbox全部都清空 就是在一個完全沒有 往昨天的attachment的情況下去睡 那這個時候通常 就是幾乎可以說百分之百 現在大家都 都會有一些心靈能在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好 那有時三位朋友們問說 當我們討論怎麼樣結合科技跟社會創新的 助人服務的運用的時候 這是不是也是心理健康平等的雙面認了 但是縮減還是加劇了社會資源的落差 是不是成為另類的心理的健康的不平等 那以及政府的民間 那些策略性共同 努力相互配合 而不會成為雙方的智軸 眾人有解決身為問題的良善 出發點 而行動上卻制愛難行 所以因為就是非常抽象的問題 我就真的給大家抽象的回答 嗯 我覺得 嗯 住人服務 那個我們有具象的這個補充態 對 不好意思 這是我提的好了 對 就是 鄭偉您好 其實我會提出這個問題 是因為就是今年因為疫情嘛 一開始然後所以很多就是 不管是在家工作也好 或者是說很多數位平台等等的都是出來了 那我自己實際在工作中 就是我們有遇過說 像是有一些比較資源相對弱勢的團體 或者或者自己可能低收入或弱勢家庭 他們就是知道相關的訊息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reach 到那資源 他會反而讓他更無助 然後或者說 嗯 像是 如果是以在精神復健機構的這類的 就是 在康家的這些病人他們 那他們也沒有辦法就是 不一定大家都有手機可以使用 然後就是這方面 就是大家都在講數位化 數位化 那有些他原本就已經沒有這方面的資源的人 會不會因為 在推用數位化的過程中 他們反而被忽視了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像是遠距上課嘛 那我自己家人有本身是退休 從國小退休的教師 然後他現在回到大學就是堅韌 結果呢 學校跟他說要遠距 他就完全被打倒了 然後我就要變成家裡的IT這樣子 然後就要 就要跟他弄那些 怎麼用線上 然後他對他反而來說 這是他數位教育 素養的落差 他會讓他更不知道怎麼去 面對現在這樣子的社會 對 然後我會提出問題是 因為剛好今年世界心理健康日的屏幕在講 那個他們全球創意的主題就是在講 不平等世界中的心理健康 所以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說 那因為疫情凸顯了這個數位的趨勢 然後疫情也凸顯了大家對心理健康的關注 那所以會想要問說就是數位跟 就是應該說社會資源或者是這些不平等的現象 就是要怎麼去我們怎麼看待他 對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覺得要具體 對 就這樣就很具體 謝謝 我想先問說 那你這樣扮演IT相當久的角色 通常平均大概都是三個禮拜左右 就可以完整陪你 如果我們只是說線上視訊 然後我不知道 那你的實際的體驗 我自己實際的體驗是因為就是 可能他是我一位部屋 那他自己可能一下子 所以我們我在我家他在他家 我們只能用電腦我來培育他 這個就會不是直接面對面 我在旁邊教他 那時候我自己會有個無力感 就是要怎麼一步一步告訴他怎麼按哪 到最後我直接是用那個遠端操作 我直接就是用遠端操作去操作他的桌面 然後告訴他怎麼使用這樣子 然後甚至他還有就是想說 嗯 後來就乾脆說 好 那我開車下山把你接來我家 然後你直接教我 然後呢 教完他之後還不放心說 但我下給大家上課了 上課這個時間你會不會來我家 萬一我隨時有問題的時候可以 他有問題的時候可以問我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嗯 所以最後的課有上課嗎 呃是有啦 哈哈 所以表示陪利還是沒有用 對 嗯 確實就是我們大概都是說 把技術帶到大家的使用情境 並不是一定要大家來配合技術 但是像你剛剛講的這個場景 那一定就是我們沒有 當時沒有辦法任何年上課 那所以等於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 被我所謂轉型的這個情況 那那個情況 當然以全世界的角度來看 我們受到挑戰是已經最前的 那在其他地方 尤其網路資源不夠的地方 那真的是那個不平等變得 這樣很劇烈 這個是事實 那在台灣當然也是因為 我們防疫就是有餘育 那所以我們就 基本上像我們當時做 檢訊實驗室的時候 那這個是我少數堅持的幾點之一 另外一點是 就是每個檢訊都要寫說 限防疫目的使用 那另外我們要堅持的就是 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說 它用來取代資本 也就是說我們 檢訊實驗室它就是某種實驗室 但是它是跟其它是並行的 所以如果本來正在 就是寫字進去的 那一張紙還是放著 如果本來是就是寫個名片 丟進盒子裡的 那個盒子還是放著 那如果本來是 還是蓋連續張的 那那個還是要可以繼續蓋張 因為有些朋友 他就是寫字是有困難的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 它是一種assisted technology 對它是輔助式的一種技術 那這個就跟其它幾乎 所有旁邊的國家 在他們部署 類似簡訊性的這種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東亞的特色是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所以說它是收緊的 就是變成說 你如果沒有手機 你乾脆有一陣子 可能無法出門 再在其它的就是 國家領域跟政治實力 跟國家上面都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台灣是採取一個 比較不同的一個見解 就是像之前我們在疫情期間 我們發現說大部分的朋友都 不會想在疫情期間去試全新的技術 所以我們才就是必須要用QRCO 簡訊健保卡等等 大家都已經懂的這些東西 而沒有切換到全新的 因此大家就像你說的 可能就是它這個賠禮 遠端幾乎無法賠禮的這些東西 那這是一件事 那當然我們用QRCO的好處就是 大家就去給了LINE這家公司哪裡 因為本來家朋友那個地方 是不能採檢訊實力吃的 那但是因為私部門 受到公民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後來他們是跨國公司 但是也不得不專門為了台灣 去加這個家朋友採碼 有了這個之後 就剛剛那個L型 中間那一點就冒出來了 因為對很多長輩來講 雖然他別的這個線上的東西 他不會 Online他不會 但是Online他是會的 所以就是說只要他在LINE上面 跟他家朋友是一樣的 那他就願意去使用等等 所以就是說我們找這個中介的 這幾個點 不管是透過鑰匙 透過便利商店 透過這個能夠幫助咕咕的 IT小方社 或這類的 我們就要就是 train the trainer 就是讓我們能夠 empower別人的人 自己先能夠很簡單的 來解釋這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appropriate knowledge 就是恰當使用的科技 那很難說我們做得很完美 但是至少在就是 簡訊宣言之上 那只要就是你任何時候有什麼 想法交回播 回播1922總是有個真人 在那邊聽你講 如果拿得通的話 最近應該拿得通了 那然後這個情況下 很多國外的人都問我說 那你使用了什麼 用了不起的AI技術 這個語音留言 自動分析小方社什麼 我說不是啊 這個就是call center 就是一群願意聽你 而且當時call center的人數 就是一下子撐不出 另外有證據比較打不通的時候 還有一些比較專業的 我記得應該是詞記吧 就是做這種災害後 這個復健等等 就是他聽的時候 是很有同意性的在聽 在這些之後 我們也有加入過一陣子 那總之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任何時候 就是說這個數位技術 有一點點讓你覺得站不穩 你隨時可以fall back 回到說 噢是話就打給1922 或者是就去找旁邊的聯儀長 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個方式 讓他就是擔任這個O型 就是介紹的那個點 那所以我覺得 appropriate technology 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疫情中間也承諾的時候 我們未來發現 新一代身份證的時候 那就算你就是 就是完全不用晶片 或完全不啟用晶片 就是沒有晶片的部分 會有晶片 但是不起用 不開卡 那你能夠爭取到的所有公共服務 應該要跟有開晶片的一樣 那當然就 我不能答應說這個 你這個排隊的時間一定一樣 因為不可能 掃錢去攝影師就是比較快 所以就是比較慢 對 但是至少說 不會因為這樣有哪些地方 都走不去 那我覺得這個是 蠻重要的一個 就是philosophy 所以我們在設計 任何書會服務的時候 都是去補強 但是並不是取代 那這個我覺得是台灣的特色 等於全世界也都在看說 我們這樣子到底能強多久 對不對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通用設計 一開始覺得你要服務 各種活動才比較麻煩 但是反過來講 就是每一方的這些人士 都有一些新的創意 新的想法可以進來 那我們在設計很多 像得到神明治預約什麼的時候 我這個快90歲的阿嬤 或他的年輕朋友 70幾歲的奶奶 或我爸媽也都70或快70 等等 他們就可以有很多創意 但是如果一開始設計 都是一些專用的app 什麼的話 他們的能夠創意 就很難進來 所以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是指導繼續往這個方向的跡象 知道沒有完全回答到這個問題 但是大概基本上反是怎麼樣 那有13位朋友問說 之前曾經在節目上看到您說 我相信信仰本身的力量 所以不是相信特定的什麼東西 那是這個相信的感受 那本身就給我力量 所以我不需要一個 外與我的命運去牟定它 那相信你是如何去保持 心中相信的感受 就是去相信它 簡單來講 就是說當我們還不像說 在祈禱或怎麼樣的時候 是說我把我自己交出來 那但是我自己 剛剛有講說 我如果去聽到什麼東西 去了解到其他人的見解 去同理其他的經驗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綜合這些 我睡覺產說 舉出來這些 insight 我不會覺得是我的 我覺得我沒有一個 要把我的名字 刻在那個上面 那種欲望 那相反的 我有一個相反的欲望 就是因為我這個 從小身體不好 所以我每天醒來的時候 都有一種 那我今天就是在睡覺 隔天不遠行的那種感覺 那所以就是 literally每天是當作最後一天 所以這個因為是 12歲開刀才好 所以等於任何行程的那種 最關鍵期 都是在這種 照顧房戲的情況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唯一的壓力就是 剛才講的就是 我如果醒來想到什麼 我在睡著前 應該要把它公布出來 應該要讓所有對這個想法 有興趣的人 可以再假設我醒過來的話 就繼續去二次或三次的去創造它 所以完全沒有什麼 著作權的概念 我不會覺得說 等我死了之後 七十五年 大家才可以去使用 等等 就是我隨時都在一個 好像我死了七十五年 的那個情況 那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相信的感受 就很容易 就像剛剛講的七道一樣 就是 隨時都是把自己交出來 就是並沒有說 什麼東西想存在我這邊 而是 就是 概念進入我 我增加它的基本傳染數 然後 我透過像 slider演講這種方式 又把它傳出去 那 這樣子之後 我就好像完成了 我的 對這個概念的義務 所以 我不會覺得說 我是一個 所謂思想者 思想家 定格 我是覺得我是一個 載具 載體 就是 思想進入我 然後傳播出去 那就是這樣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很容易有一種 保持心中 相信的感受 因為我隨時就是 有種 然後連接著 外語 我的 但是又跟我 隨時保持相連的 一個叫做 就是大家共有的某種 知識或概念的存在地 的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靠著不斷 unpublish 就是publish dain perish 的這樣子的做法 去維持住 就是 行動相信的感受 這樣 這個問題 那有時候 對我們問說 也通過這麼一點好 如何看待自己的 性別的認同 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 用認同這個框架 identity這個框架 我2016年入閣的時候 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我在政黨那邊 寫個5 然後 政黨來旁邊就是 性別來 我就跟著寫個5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 我沒有特別覺得說 我十二三歲開始 今年第一次青春期 二十三四歲 今年第二次青春期 它是一種 好像從一個人童 轉變到 另一個人童的過程 我比較是說 我有這樣子的一種體驗 那後來我有了另外一種 這樣子的體驗 那這比較像說 我學會了一種語言 我後來又學會了一種語言 的那樣子的感覺 那所以就是說 我不會覺得 人類裡面一半的人 本來連我比較近 後來另外一半的人 連我比較近 而是說 大家跟我都有一些 重別的體驗 的這樣子一種感受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在現代的性格論述裡面 比較 怎麼講 就是說當你是以體驗為主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產生衝突 如果是以認同為主的話 那就會有 就是你所認同的這一群人 是不是認為你也能夠 認同這一群人 等等的這些 大家知道最近這個很多 人在討論這些題目 但是對我來講 因為我並沒有選什麼認同 對我來講就是 我有過這個體驗 有過那個體驗的這種感受 那這樣子的話 把任何題目到我這邊的時候 就是說 那我以我實際有過的體驗 Listing Experience 去看人家去感受 這樣子 所以希望有回到這些問題 希望就是我怎麼看政黨的 就是我怎麼看性別的 希望有回到這些問題 那有些朋友們問說 像請問等等有沒有機會 給他們或正委簽書 簽書應該也是 也是可以把我們就 那這樣可能就再提早一點點 好了 簽書也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就大概35分左右 那我們就開始簽書 那有席人跟我們問說 可不可以聊聊體制外的教育 或是再加自學經驗 以及如果年輕選子 決定要再加自學 從來是剛好學習模式 有沒有日常的安排 那以及有沒有什麼建議 對我來講 其實我並不是在家自學 我是自學 但是並不是在家 這個時候2016年入閣之後 就是一開始有點困擾 因為大家當時都知道 我這個禮拜一禮拜四 才進辦公室 其他時間都是遠去上班 那但是這個所有的媒體 都抱成在家上班 然後我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我明明是巡迴全台灣 或者是在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 Office Hour 或者是等等 但是基本上就不是在家 那同樣的就是 我從國中二年級 十四歲開始自學之後 我也真的很少在家 我通常是 我當時在研究什麼題目 那我就去研究那個題目的 我在網路上面找得到的老師的研究所的課程 我就去不請自來的出身的那個課程上面 然後換一點時間跟老師解釋說 為什麼在研究的題目我有興趣等等 那通常就是做研究的老師 發現真的有人對他研究題目有興趣 都是很高興的 所以我都沒有被趕走過 還蠻好的 所以並不是說不去使用學校的資源 而是說 使用學校資源的那個時間的長度 是自己來安排 其實這是為什麼 我當時我的國中校長 多文明校長 會同意我完全自學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跟他說 我是本來只有下個課 有八小時可以做研究 那我現在希望整天十六小時 我都要做研究 那他本身是很尊重做研究的人 那他也發現說 我不需要取得文憑 國外研究者都可以直接跟我email 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你做研究其實很棒的 他幫我去處理教育局那邊的問題 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一個開放式的一個研究題目 像我當時研究的是 為什麼網路上大家會很容易一拍集合 又很容易一言過爐 就是SWIFT TRUST AND DISTRUST 的這個題目 那當時並沒有 又特定的學員 去解決這個題目裡面 我的好奇心 所以我幾乎就必須得創業 就是真的做出很多 人們之間互動的空間 然後來看為什麼大家 會彼此信任彼此不信任等等 那這個就會帶著我去安排我的時間 那所以我現在都把它叫做 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說像我當時有個Purpose 希望大家透過網際網路 可以更快的彼此信任 好 那這個Purpose就會帶到 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是我要去創業啊 去試著去做一些搜尋引擎啊 做一些線上C2C拍賣啊 的這種空間 然後為什麼有這些Project 可以回答我的這個Purpose 那這個Project Learning 因為我自然會有Project Based Learning 就是每天每天起來 要怎麼安排時間解決哪些問題等等 所以具體的建議 大概就是找到一個夠開放式 夠大的 不太可能就是明年就解決的 而且大概全人類都在關注的 這種永續發展目標之類的這些問題 所以可能就是去看一下那17個 很漂亮的顏色卡片裡面 有哪些具體的永續發展目標 至少接下來10年 全人類都要花力氣上去 那看到跟你Cover的Purpose 那後面的這些Project或者Problem 就會很自然的能夠安排 那有13位朋友問說 你千萬你覺得目前國安相關 最令你擔憂的是什麼呢 這個我們的辦公室是 哪個部會都可以派一個人來 那所以就是我們32個部會 大概一半左右 都已經派一個人過來了 但是你們不包含國防部 所以我完全沒有國防部 什麼交手的經驗 所以我目前也沒有就是 完全不知道說 可能目前只能做哪方面的工作 那當然後來好像 就是大家會把我們在 疫情期間的一些物資調度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 社會中心的架構啊等等 現在好像要成立一個 後備動員數吧 據說我們在平時就是只有災嘛 但是在戰時就平常轉換 就可以用來備戰 那所以未來也許就是在災訪 特別是之前在人生公共物聯網 或者是防疫相關做的這些系統 那說不定也有雙重的作用 就平站轉換的作用 那但是我的工作 可能就是到平站轉換前 就是把那個控制權交給 暫時的指揮官為止 我還是不知道說 目前他在什麼場景上 也會啟用這些想法 或者是這些組織架構 所以這個問題我就等 資訊不足我那辦法回答 實際的朋友問說 請問您對所謂的 New Age 或者是靈療等等的看法 創新的科技 在這些領域要怎樣去應用 我覺得創新科技 它不是只是自然科學 跟工業技術 我們現在想到科技 想到的都是就是 比較多種自然科學工業技術 但是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也都是科學 那社會技術也是技術 我們學的助人技術 也是技術 那科技治療的這些能力 放到職場上面 那就是引導師的能力 其實是網紅圈一樣 沒有什麼差太多的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technology 它也是值得投資的technology 雖然我會覺得New Age 也好 它是在這一脈 就是社會技術 社會創新 社會科學 怎麼樣一次的 讓能夠幫助人的人 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人 以及省他自己的力氣 所以他的助人品質會更好 等等這些部分 都是我覺得非常值得研究的 它不一定需要去 一定要找到什麼產業 產品化什麼樣的做法 它可以完全像 我自己是很喜歡 很常使用的 像肥暴力溝通 這個開放空間技巧 或者是這種 Dynamic Facilitation 這個動態引導技術等等 那這些很多都是 剛剛講到的這些 就是比較New Age 之類的這些朋友 在就是美國嬉皮的那個世代 試過非常多東西之後 那都最後留下了一些 通用性的這些技巧 那裡面有一些 就是現在還活著的一些朋友 那看到出來 我在公共政策領域 用這些技巧 很多也很高興 像一個叫Tom Athlete 那我跟他談了非常多次 那他也有迎接一些 就是這方面的 有些人性方面的 但是又了解到說 欸這個我們也可以 在國防政策領域 去轉移一下 去使用 那這些朋友跟我認識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一蠻想承的 他不一定要 我們線索在科技 就比較窄的產業 那種定義裡面 那一個人去上台 來 江文明好 我是永涵 對然後我想要插隊 我是第三個問題 舉手機 對然後想要問第三個 就是剛才提到 公投也是讓民眾有機會 可以思考 或是接近專業的問題 那如果民意的指采 和專業的見解 是有充足的 那你是怎麼看 這樣的結果 不過公投的題目很少是 單一專業就可以解決的 也就是說 他很多時候是多個專業中間的進合 那所以任何的專業者 在別的其他專業的面前 也是就是 vay person 所以我覺得我們公投 跟任何其他 之間民主 或者有充分時間討論的 民主形式都是一樣 就是說 每一個專業者 他在自己的訓練之外 也願意去賠勵自己 讓自己在其他的專業 理解到說 這些專業看同一件事情 可能是不同的角度 但是有一些共同的價值存在 那他就比較能夠 跨專業的去對話 那不然就會變成 好像我的專業 有評量出來的價值 特別是能量化的那些 才是真的 那其他的都是選學 但是如果是 採取這樣子的態度的話 那其實沒有辦法 做到價值的凝聚 因為其他專業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為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有一些很重要的 值得堅持的東西 那是才會花時間去研究它 所以我覺得這個衝突 是一定有的 而且不一定是所謂 民意的指向 或一般大眾 而是可能 不同的專業者 彼此之間 也會有類似的衝突 那當這些衝突發生的時候 我都是一向他看成 就類似我們 菲律賓海板塊 跟歐亞路板塊碰撞的 那個狀況就是說 正常能量施發 會低陣啊 但是 就是說如果我們 防針結構做得好的話 那玉山就每年都 都身高兩三公分嘛 就是它會凝聚出一些 創新的價值來 那我自己印象 比較深刻的例子 就是在 2018年後 前 我們的壯銀的 臉書平台 都一直有關於 包括同性婚姻的價值的連數 那 就是不管是支持 就是同性結婚的部分 還是 反對陰青的概念的變化的部分 之類之類 那都有非常多朋友 在這張平台上面提出見解 所以 這個連數平台 變成好像公投的 這個 學步車嘛 就是還沒有到 能夠連數的情況 但是大家在那邊 試不同的見解 但是這個有個好處 就是說 這讓我們的公務人員 有心理準備 就是公投 兩個公投出來 四種結果 任何結果 那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說 它中間的共同價值是什麼 因為 女文化事件去投 表示 你還是覺得 這是穩定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是 共同價值 那 後來就凝聚出 因為共同結婚 凝聚出所謂結婚不結婚 的這樣的概念 就是 兩個人的權力是相同的 但是不用發明性的 引擎的成為 的這個社會創新 這真的是創新嘛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先做好防針結構 先了解到各方的人 雖然 立場不同 但是它的共同價值 他們能聚在哪幾個點 然後又找到說 這些價值不一定是零合的 你可以是 確保說 專法優於民法 突然之間就 沒有零合的問題 對不對 那 然後 不用發明這個新的 民情稱呼 對不對 不用什麼兒序 女席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那就是說在這幾個 關鍵的價值問題 解決之後 雙方其實是 很彼此支持的 我們公投結果出來 那 我們對民權 接回民權 發發之後 那 其實支持的人 是越來越多 幾乎每個月都要增加 所以 我覺得我們是 目前確實已經掌握一些 足夠的社會技術 有這個resilience 有這個回談力 所以每次公投可以 看成一個小的地震 很小的地震 很小的地震之後 我覺得 就預算的時候 會繼續升高 然後就沒有回到這個溫度 那 我們時間是很大的 那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是 我問 為什麼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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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不合理人和社会 我只是用我的概念文詞 我先用我的概念文詞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e light gets in》 《If you can't fit》 《It's not necessarily your fault》 《The society's fault》 《This inability to fit in》 《Highlights the crack within the society》 《That you are unique》 《To identify as shape》 《And then invite everyone to co-create 新 infrastructure and new institutions》 《That does not replace the old》 《But at all this time, people will prefer those new institutions》 所以翻譯回來就是 Buckman 突然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舊的體質看不順眼 不要想要去改變它或搭檔它 那你沒有辦法fit 舊的體質的那個部分 就是你可以創造新的體質的那個契機 那這個新的體質一開始 可能只能解決小部分的問題 大部分還是要舊的體質來解決 但是慢慢慢慢的舊的體質 那新的體質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 不要試著去fit 但是也不是說一定要設備很fit 而是就是把中間的不fit的那個contour 那個就是外曲線去把它畫得很清楚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來一起填坑 就是一起去繞著這個不fit的這個地方 這個gap 這個crack 然後就是往線前來的地方 這樣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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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做這些分享 那謝謝同學們這麼任務的提問 那接下來我們有一節時間 可以讓大家可以簽出跟照相 嗯 嗯 很極有問題 如果要需要有先名 或者是這個照相 可以歡迎到台上 可以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 中文字幕 李宗盛